能看懂个基尔,这简比英语书都难看懂。太学术了,完全看不懂,唐宝你能给我们解释白吗?对呀唐宝,你给我们解释解释呗。宋唐一笑点了点头。他本来就是要给大家解释。现围绕这个青铜树讲越多,就越显得这青铜树神秘和诡异。 时候找了卖钱,自然也就更多。所以他是不会吝啬这个时间。潜意识和显意识,我举个最简单例子,你们就能白。举个例子,一个瞎子和你有仇,有一天不小心碰了他。他听出了你声音,于是起了歹念。刚好旁边就有一把菜刀,他顺手就拿了起来。 而这个时候,你反应就是区分潜意识和显意识最好症。你首先会看他那起菜刀,从而感觉害怕。这个过程就是你潜意识做主,而你反应就是潜意识控制。 胆小人会后退,甚至是转身就跑,而胆大人脑海里会出现担心等反应。可跟着,你就会反应过来,他是个瞎子。他看不我,那么他还有什么好怕呢? 胆子小人,可能会选择接离开,而胆子大人,甚至可能会上前抢下刀。而这个过程,就是你显意识掌控。 说白了,潜意识日常生活中提现和你本能差不多。 看美女,你会不自觉多看两眼,看危险东西,你会不自觉地逃避这些都是潜意识。 而看了两眼美女后你发现你女朋友旁边,只能偷偷看,而意识危险并不可怕后,你会选择留下来看热闹。 这就是显意识。 潜意识是本能,而显意识是会根据你常环境、学习,以及后期提升能力而做出选择。 说这里,宋堂又喝了口水才继续。 而放我们这次要找青铜树上。 想要避免潜意识带来麻烦,其实简单。 那就是只要你能控制自己潜意识,让自己不要胡思乱想,那这青铜树物质能力,对你也就没用了。 换话说,它也就不可怕了。 可问题是,你能控制你潜意识吗? 这好像得专门训练吧。 胖子。 天真也看着他,显然也是这个意思。 唐宝,你还练过潜意识呢? 我靠什么是你没练过? 不会吧,唐宝还能控制自己潜意识。 我连自己弟弟都控制不了。 哦,当然了,我只是看美女时候才控制不住自己弟弟。 楼上你弟弟正经吗? 多大了。 十八。 是厘米呀还是计呀? 我靠,什么破路都能开车,唐宝别搭理他们,你真会控制自己潜意识吗? 宋唐笑着摇头。 我自然不能,也没练习过。 是我有办法能左右所有人潜意识。 我靠什么办法? 对呀你说说。 是啊,我裤子都脱了,就等你讲高潮了。 宋唐宝是无余。 这个,现就不说了,容我卖个关子。 等我们找了神术后,我会告诉你们我办法是什么。 好了现地方也马上就要了。 我们等会会接空头下。 下后,快就会开始第一件物品拍卖。 大家先休息一下,稍后我们就开始拨卖货了。 听有货,书果然安耐不住跳了出来。 唐老弟,是什么货吗? 你先提前剧透一些,好让你阿叔我考虑一下吗? 要是合适,就不用问别人了吗? 唐老弟你却得剧透一下,是卖给谁你最好考虑考虑。 我这次也是准备了多资金,我盘家园金爷金字招牌那也是响当当。 大金牙也冒了出来。 比人不才,琉璃厂乔二自认颇有些实力,唐老弟记得关注一下我。 要没想啊,这里竟然还能碰熟人。 看来这里真是新贵们玩物的呀。 唐老弟是吧,做个自我介绍。 本人琉璃厂,琉璃孙。 自认有些实力,等会有好货也给我云点呗。 这弹幕一出现,胖子顿时脸色就阴沉了下来。 低声骂。 这王八高子竟然也来了,当小哥怎么没把他给废了。 竟然还敢来。 天真文言也是不善看着此人。 不过那毕竟是在直播间那头,不疼不痒也没什么用。 宋唐自然知道他们之间过节。 当三人打闹新月饭店,抢了鬼喜。 后来被琉璃孙人盯上了,还打了一架。 要不是小哥最后一招牵取首级,一棍子敲猛了琉璃孙,恐怕他们当时结局还得更惨一点。 正所谓是仇人见面为眼红。 然这琉璃孙似乎早就不记得当事情了。 毕竟这事情都好几了。 加上人家是什么身份。 自然不太可能记住胖子他们这三人这么久。 不过这事,胖子和天真是显然不会忘。 只是琉璃孙既然没认出来他们俩,那自然也就没必要哪壶不开提那壶了。 宋唐给两人使了个眼色。 让他们别生气了,打不了等会要是有这琉璃孙看上,高价卖他就是了饭不着为这么一个人动怒,气坏了自己身体那就不过值当了。 天真也拍了拍胖子,胖子心中怒火这才稍稍息。 说话间,飞鹰那边终于是开口了。 地方到了,准备空头。 三人点头。 当即穿戴好自己装备,然后飞鹰便摸了过来,将舱门打开。 三人先后跳了下去。 胖子还是有些恐高,不过好在有天真和他一起,还是顺利下去了。 本来以为飞鹰他们会直接离开。 结果没想到,他竟然也跟着跳了下来。 由于跳伞时候为了安全考虑。 所以直播设备是要被收起来。 直播也就暂时中断了。 等他们落地之后,宋唐会重新开启。 快三人就落在了地上。 运气还不错,没人挂在树上。 至此,他们经进入了秦岭十万大山深处。 飞鹰快就拖着一大包东西跑了过来。 三人都是疑惑。 你不会要跟着去吧? 胖子问道。 飞鹰摇头。 当然不是,我是来给你们送些东西,然后我就走了。 稍后国安队人会在附近警戒,等你们出来。 说住飞鹰将打包拉链拉开,里面竟然是四个木头盒子。 盒子看上去非常结实,外面还绑着泡沫显然是防撞。 飞鹰动作麻利,将泡沫切开,快就将盒子打了开来。 然当盒子打开之后,三人看到里面东西就是傻眼了。 只见那盒子,竟然是一把崭新冲锋枪胖子看顿时眼睛就直了。 德国造,MP5我去这给我们准备。 飞鹰点头。 胖子顿时就安耐不住了,上去就将枪拿了出来,咔咔上了汤。 可跟着他就发现,这枪似乎被动作手脚。 胖爷看来个也是玩枪好手。 这却是德国造MP5。 适合室内使用。 是这枪是经过改造。 说住飞鹰指了指枪身靠近扳手地方。 那地方有两个圆形指示灯红色亮着,绿色是暗。 你们鲁王宫事情,让官方意识到,你们下目可能会碰到危险。 所以特意修改了盗墓合法化规则,加上了可以配枪。 是这枪上面是装了保险措施。 上面有一套和国安队连接装置。 不会受任何地形和空间影响,即便是在地下也有信号。 龙老那边会实时监控你们情况,一旦碰到危险,会远打开上面保险锁。 这样你们就可以用了。 时锁注视无法射击。 三人点头,这才恍然。 原来是这样。 不过即便是这样,也足以看出官方确实有为他们考虑了。 且这种事情一旦开了先河,其他盗墓主播也可以配枪了所以如果不做好防御措施,那肯定是不行。 另外这枪只能在古墓附近使用,一旦完成探墓,守在外面人会立刻收走。 以免造成其他事故。 三人点头,表示理解。 能给配枪胖子精兴奋了,自然不在乎这些条条框框。 好了,这里面有子弹,还有两把是自动手枪另外还有一些携带型雷管。 样也有安全装置,你们两位也选一下吧。 飞鹰看着宋唐和天真。 两人对视了一眼,各自都选了一把手枪。 MP5这种枪虽然火力猛,是太大了。 他们两个人还是喜欢用手枪。 也就胖子这种莽撞人才会喜欢用这种冲锋枪。 三人选好之后,又各自收拾了一些子弹和携带型雷管。 然后飞鹰才带着其他剩下枪离开了。 胖子满意对着树瞄准了一下,说道。 有枪在手,胖爷感觉腰杆都直了。 什么破神术,走胖爷这就去给他打成蜂窝术。 宋唐两人无奈一笑。 能给配枪还是不错。 不过时间紧,此刻惊是下午了。 所以三人也就没耽搁。 辨别了一下方向便出发了。 宋唐开启了直播。 粉丝们重新进入了直播间。 天真则是在一旁提醒道。 小心一点,这附近可能会有猴子。 能不碰上最好,不然拿枪打猴子可就没意思了。 枪?什么枪? 我靠唐宝你们哪里来枪啊? 对呀,我是不是看错了。 我草胖爷背后那不是枪是什么? 你被告诉我是水枪,你们刚从彩云之南来呀。 参加泼水劫去了。 宋唐剑状盲解释道。 这是官方给配,保证自己人身安全用。 只能在古墓附近使用,投出来就上交了。 官方给配枪。 我去真假。 盗墓还给配枪。 这么爽了吗? 那我也要去盗墓。 对对我也去,不为别,就为了玩玩枪,玩完我就还了我不下墓总行吧。 你可真是个老六。 宋唐无奈,粉丝们整活能力还是这么猛。 然就在他们赶路时候。 直播间,一个熟悉ID却是冒了出来。 什么官方配枪,宋唐你他妈猛谁呢? 官方部文件可没提过。 我要举报你们。 说住那人就一特了直播间各地警察局你们出来看看,这三人开持枪,怎么定罪。 然这几个警察局人竟然时都发了几个问号出来。 随后才有一个人附道。 张东志,请您关注一下盗墓官方告。 新盗墓合法化条例刚刚布,其中明确写道探幕主波若有需要可以配枪。 官方统一发配,统一管理收。 这一下直播间粉丝们彻底炸锅了。 我靠,还真是刚刚发布。 牛逼了,唐宝这是凭借一己之力让官方修改了盗墓合法化条例呀。 张东你真是吃屎都赶不上热乎,打脸刺刺你第一呀。 笑死我了,不过话说张东你怎么还没进去呢? 秦耀阳被抓了,你没事啊。 卧槽虽然我也想知道,是不说了我得去注册账号去盗墓了。 对对我也去,胖爷那可是德国造MP5,我也想摸摸。 粉丝们都被这配枪给吸引了注意力。 宋唐也是无奈。 这事情早晚全网都会知道的,而且引起轰动也是所难免的。 所以他也根本不呼。 一边赶路,胖子一边问道。 那张东怎还没被拍死啊,秦耀阳不都进去了吗? 宋唐无奈道。 秦耀阳是法人,而且目前也只是处于被调查阶段。 张东只是个小小的经纪人,接触不偷税漏税的。 他现最多也就是个无业灵民,这事情还真波及不塌。 不过也没什么,别搭理他就是了。 胖子道。 苍蝇嗡嗡叫,咬死不仁,烦死人。 要我说,干脆找他打一顿,或者把他找个古墓丢进去,让他好好感受一下什么叫做恐惧他就老实了。 宋唐苦笑,胖子这想法是好的,但是不太实际。 张东这种人,的确得教训一下才知道收敛。 但是为此特意去找他,那除非是宋唐吃饱了称德。 果然,就他们说话的时候,张东又冒了出来。 持枪合法是吧。 老子管不了,但是宋唐你别以为老子这么轻易就会发放过你。 你钱被相关部门带走,当天晚上就被放了。 你敢说你没找关系。 我看你们和官方肯定就是一伙的。 这探幕活动肯定也是假的不过是你们做秀罢了。 你给老子等住,老子早晚会找你们去的地方。 当面戳穿你。 我靠,那你去找啊,这BBLL。 就是,你去找啊,外面有国安队的守着,你想被打成筛子你就去。 合法化条例了解一下。 哄墙古墓最高可被判死刑。 哈哈,张东你可真行啊。 波尖热闹不已。 宋唐却是懒得搭理张东。 这种人你越搭理他,他越来劲。 而就此时,走前面的天真忽然停了下来。 转头说道。 了。 宋唐一愣,忙跟了过去。 果然跟着他就看,森林已经了尽头。 而他们前方,赫然出现了一条狭窄的一线天。 而这地方,宋唐自然也是无比的熟悉。 看这一幕,就笑道。 那还等什么,升官发财去吧。 说完招呼两人就朝着一天线走了过去。 同时波尖招呼道。 咱们的第一件拍瓶马上就要了。 诸位,有兴趣的可以开始准备了。 咱们的第一件拍瓶,乃是北魏时期的一尊人头勇。 人头勇。 那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啊,和人头马是一个品牌吗? 我靠,多读点书吧哥哥,这样不会显得你很搞笑,只会显得你很无知。 那你说,人头勇是什么? 这不明白着的吗? 人头勇人头勇,人头做的勇啊。 不过话说回来,这勇是什么东西呀? 和残勇是一个东西吗? 能吃吗? 宋唐无语,搞了半天这个粉丝也是吹牛逼的,合注也不知道啊。 人头勇这东西我早些见过,不过这种东西没什么价值啊。 唐老弟,可都说你波尖有好东西,不会就是这个吧。 琉璃孙茂了出来,显得有些不屑。 宋唐刚想说话,胖子却是开口了。 好东西自然是有啊,可那也得慢慢来呀。 你还能一口气吃个大胖子。 住什么急呀? 琉璃孙文言疑惑问道。 这位朋友,你这话里带刺啊,怎么难道我们认识? 天真让胖子别没事找事,胖子这才没多话。 宋唐道。 要是认识不就认出来了吗,既然没认出来那显然是不认识的。 孙老板,您别着急呀。 这才哪呢,古墓边都没呢。 你没看明书他们都没着急出来吗? 琉璃孙文言脸色不太好看。 不过宋唐说的也是实。 他也是有些猴急了,反而聊下来倒是显得自己沉不住气了。 宋唐也是不愿意得罪金主,但是他也知道胖子两人不喜欢这人。 所以只能打个圆场。 而说话间,三人已经进了一线天有一段距离了。 很快播间的粉丝们就看。 一线天前方果然出现了一道人影。 然而那人影却是一动不动,看上去无比的诡异。 我靠,前面怎么出现了一个人呢? 唐宝,这里有人来了,被人劫足先登了吧。 对呀,那人怎么一动不动看上去这么吓人。 宋唐看了看前方,笑道。 他当然不会动了,因为他就是我们的第一件拍品。 说住宋唐三人已经跑了过去。 而随着拨镜头拉近,粉丝们这才看清楚,那果然是一尊人庸。 身上竟然有的地方都长出了杂草。 不过并不长。 看这尊石头人庸,粉丝们纷纷惊呼道。 我靠,这人庸是占了多少岗了,怎么都长草了。 估计得有些头了。 话说这也不是石头庸啊,这应该是泥巴庸吧。 身上都是土。 宋唐见金主们这次都没出来,于是笑道。 别着急,这肯定是石头的,只不过天天站这里,外面沾染了一层土。 说着他从背包取出小刷子,开始动手去清理那石头庸表面的土。 胖子和天真健壮也一起动手帮忙。 不五分钟,这石头庸外面的大部分土都被清理掉了。 唯独脑袋的部分,只是清理掉了一些浮灰,里面露出来的还是土胖子刚要继续动手,宋唐则是拦住了他。 脑袋就布了,这土是年土。 本身造型就是这样。 小心损坏了。 胖子文言好奇。 泥巴素的脑袋呀。 怎么不全身都石头啊? 对呀,怎么不全部都石头啊? 这可就涉及我的知识盲区了,有没有学考古的大佬出来解释解释? 谁会给你解释,说对了还好,说错了以后还怎么找工作? 哈哈人间真实。 天真此刻已经去了一旁休息。 这地方他早前来过,这个时候也没什么兴趣。 就等住去见那青铜神术了。 宋唐剑状只能自己解释到。 古时候的人庸大致分为鸡类。 有泥塑的,也有石头的,自然也就有石头和人体结合的。 甚至还有全部都是活人制作的。 传闻,采云南那地方有个暴君,自称献王的。 就曾经活人只做了上千具人庸。 而我们找的这一具,可以肯定应该是一具人头石头身体的,石人庸。 说住宋唐轻轻将人庸头布上的浮灰擦掉。 上面的黏土上有很多的裂纹。 但是裂纹都很小,却是看布里面有什么。 不过很快宋唐就从背包取出了一根棍子。 那棍子似乎是高科技,对着那人庸的脑袋一扫描。 果然很快那棍子其中一侧,就列印出来了一张纸。 宋唐将那张纸展开。 粉丝们顿时就看。 那上面列印出来的,竟然是这土层里面的情况。 赫然看了一个类似于人头一样的骨骼框架。 这里面还真他娘的是个真人的人头啊。 这和小哥他们家的手种有点像啊。 胖子惊呼道。 宋唐点头。 这种葬法很常见。 可能是这人的身躯都找不了,所以才雕刻了石头身体。 不过这些和咱们都没关系。 咱们还是尽快卖了这东西,然后出发吧。 想着宋唐就去看这东西的价值。 而很快系统的提示也出现了。 然而宋唐只看了一眼顿时就愣住了。 物品名,人头涌。 价值,预计5000万。 来源。 当看到系统给出的价格的时候,宋唐就已经蒙圈了。 千万那是什么概念抵得上10亿的青铜顶了这价值显然不符合一尊石头人庸的价值了哪怕他脑袋是真的脑袋,那也不值这么多钱那宋唐感觉这石头人庸能卖个十万都谢天谢地了。 结果系统直接给了他一个千万的天价。 所以,在看到这价格的一瞬间,他就知道这石头人庸肯定没有他想象中那么简单。 他忙去看系统给的介绍。 果然一看下,他就僵住了。 来源,西周时期所制作的石头人庸,脑袋为真身体为石头,脑袋采用特殊办法制作,内藏识别王,价值极高。 西周时期的人庸,内藏识别王。 这他妈的怎么是西王谢的人头勇啊? 这不应该是北魏时期的吗? 宋唐整个人顿时就猛了。 他看到胖子还在清理上面的浮灰,就忙拦住了他。 别搞了,这尸体有问题。 胖子一愣,还想发问,就见宋唐冲住天真喊道。 过来这尸体有问题。 天真一愣,起身走了过来。 直播间的粉丝们显然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一个个都盯着现场的情况。 天真问道。 怎么了? 宋唐一时间也不知道怎么解释。 他不可能说自己是通过系统得知这里面有识别王的。 可那要怎么说? 自己前的表现可不像是知道里面有识别王的。 如果这个时候突然说里面有识别王,而又没有合理的发现解释。 那恐怕就要被人感觉不对劲了。 想着,宋唐将那张探测仪列印出来的照片拿了起来。 你自己看。 天真一愣,这照片他看过的,有什么好看的。 不过他还是放在了眼前去看。 而宋唐则是道。 你好好看看,这人头的炉腔里面是什么。 他这话带着暗示。 换做别人可能没用,但是天真的经历注定了他一听到这话。 顿时就想起了当初在西王谢宫的遭遇。 他看了看宋唐,又看了看拿照片,顿时整个人就僵住了。 你你难道想说这石头人用的脑袋里是? 没错,是识别王。 而且我们都搞错了。 这石头人用不是北魏的,是西州的。 北魏时期只是不严其发现了这里,我们先为主就认为这古墓是北魏的。 可其实不是,这古墓在北魏时期被发现前,已经存在了好多年。 所以,这石头人用肯定不是北魏的。 宋唐说道。 胖子听得有些猛逼,忙道。 我靠,你说这尸体的脑袋里面是识别呀? 难道是汪汪来过这里? 是汪藏海? 天真无奈道。 宋唐摇头道。 不可能,汪藏海是原末初的人。 这石头人用不是那个时期雕刻的。 很可能和西州是同一时期,或者比西州稍晚一些。 但是绝对是和西王谢是同一时期的。 天真文言已经想到了什么。 他咋舌道。 不是汪藏海搞的鬼,西王谢更是没有来过中原。 那么就只有一个解释了。 是周穆王,是他来过这里。 宋唐点头。 肯定是他,为他要将龙文石河藏在那青铜树下。 所以他肯定来过这里,而这里出现这种人头藏别王,唯一能联系起来的,也就只有周穆王了。 天真点头。 看来你前说的周穆王的情,在这里找到了极左正。 胖子完全听不懂,于是就说道。 左正也是文物啊,我说,既然你们稀白了,咱们什么时候开卖呀? 其他好东西都在古墓里等不及想出来了。 宋唐点头道。 这情让人很吃惊啊,容我缓缓,稍后就卖。 这个发现让人震惊,但是说到底只是能更清楚地了解当年的谜题同时让这十头人庸的价值增加。 所以该卖还是得卖。 直播间粉丝们似乎早就习惯了他们突然聊一些让人听不懂的情。 所以此刻竟然都没人催促,显然都在等着宋唐给他们解释呢。 宋唐喝了口水,这才开口道。 这十头人庸的身份发现也是让我吃了一惊。 不过要卖,自然得讲讲他的来历。 而且这十头人庸的价值极高,所以一般人就别考虑了,官方可以注意一下。 听到宋唐点名,纪念和龙老也是直了直身子,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 琉璃孙健壮不满道。 你开玩笑的吧,什么东西就只能官方考虑了。 你是在质疑我的实力吗? 你开个架,老子听听。 宋唐无奈说道。 千万。 且不就千万嘛,你当老子没钱呢。 不过话说你这一尊石头拥你就要签,你起码得给我个理由吧。 他凭什么直签呢? 大金牙等人倒是没说话,似乎都在看热闹。 宋唐无奈。 我来要说的,这不是别你打断了吗? 孙老板,您别不服气,这东西虽然直卖千万。 但是您还真知不下,不信您听听就知道了。 说著宋唐就解释了起来。 这情还得从周穆王讲起。 传闻周穆王当年游历西域各国,最终在西王谢国得到了一种长生法。 而这种长生法需要耗时几千年甚至几千万。 而长生法的其中一个重要组部,便是狮别王这种虫子。 狮别大家在鲁王宫都见过了。 而狮别王则是比狮别还厉害的虫子,体型很小通体呈现红色。 体表含有剧毒,触碰到人的皮肤,就能要了人命。 当初的鲁商王古墓里面就有一只,就藏在血湿的脑袋里。 不过被当年的铁三角给收拾了,所以我们侥幸没有碰到。 而这种诗别王的培育法,就是在人的脑袋里。 他们会在人的脑袋里缠卵。 这种技术就是从西王谢国传出来的。 而出现在了这里,显然肯定是周穆王带过来的。 周穆王在西王谢国得到了长生法,为了让自己能准时醒过来。 所以在这个地方放置了一个龙文石盒,里面放了一个婴儿。 被他做了倒计时的机关。 而这些传说和此刻这石头人拥对照,正好是佐证了这些传说。 说到这里,宋唐深吸了一口气道。 而所以说这尊石头人拥价值千万,那就是为。 这石头人拥的脑袋里,全部都是诗别王。 这就是他如此昂贵的缘。 但同时,这些诗别王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不可能将脑袋打开,让你们去看。 所以我只能费尽讲这么多。 孙老板,现在您觉得您还能吞下吗? 宋唐苦笑问道。 琉璃孙这次果然现了沉默。 没有回答。 能在古玩当玩到这种身家地位。 又岂是真的一般人。 不论是金爷还是明书又或是乔还是这琉璃孙。 他们的见识都是远超常人的。 比如大金牙,他生也就和胡司令下了一次目。 可他本身却是见多识广。 所以说,下不下目和你见识如何是没关系的。 做这一,倒腾的东西多了,你自然没下过目也见过或听说过多匪夷所思的事情。 而琉璃孙显然也是听说过这诗别王的厉害的。 要是一个普通人用,或珍贵点的,他倒是不在,毕竟只是钱多钱少的问题。 可问题是,这尸体里面有诗别王。 他吃饱了撑的买这么一个东西,万一哪天不小心碰烂了。 岂不是要全家跟着倒霉了。 所以,当宋唐说这里面有诗别王的时候,他其实就经不想买了。 面子和命比起来,还是有些微不足道的。 而此时在观看的波的龙老却是眉头微皱。 纪念见状也不敢多说,就这么等住。 快龙老终于是开口道。 你通知飞鹰,让他再跑一趟,带一个高精度的扫描一过。 必须搞清楚里面是否真的有诗别王。 要是有,这东西我们必须买。 是。 纪念点头,忙安排。 他明龙老并不是不相信宋唐。 而是因为太相信了所以才必须要搞清楚里面的状况。 不然随便就买下来,一旦运。 说不定会是一个定时炸弹。 而这种危险的东西,自然得先搞清楚再说。 纪念联系完飞鹰后,就将龙老的意思传达给了宋唐。 宋唐健壮点头道。 这东西十分危险,是应该小心一些。 我们就在这里等飞鹰好了,等他到了我们再继续。 粉丝们此刻确实都无奈说实话,他们其实是看热闹的, 所以恨不得宋唐他们搞出来一只所谓的诗别王见识一下。 可这东西一旦出来,那是要出人命的。 所以宋唐自然不会这么做。 飞鹰何快就到了。 空头下来后,没多久就干了过来。 背上还背着一套高精度的探测仪。 看到飞鹰宋唐也是无奈,没想到这么快就又见面了。 飞鹰只是一笑,快就将设备调试好。 然后对着那石头人庸的脑袋一通乱照。 十分钟后, 仪器上果然就出现了一张更加清晰的探测图。 而这张图的穿透性果然更好。 他们清晰地看到,在这人头的炉枪里面, 果然大大小小的堆积满了一种奇怪的虫子。 那些虫子如同蟑螂一样,聚集在一起, 一动不动都呈现出睡眠的姿态。 看上让人有些头皮发麻。 粉丝们看到这一幕,纷纷骂道。 我草,这他娘的也太恶心了。 老子密集恐惧症都被吓出来了。 我说,这也太多了, 这人脑袋里恐怕都没脑子吧, 都是这种虫子。 太恶心了,赶紧收拾来吧。 见有人受不了了, 飞鹰这才将照片从镜头前撤了。 龙老看到这图片后, 就肯定这肯定是识别王。 当下招呼道。 这石头人庸我们要了。 同时通知科研单位接待, 准备带来研究。 纪念点头。 这是别王宋唐说的那么吓人, 他们自然也得好好准备一下才是。 粉丝们见这东西最后还是被官方买走了, 也不由地松了口气。 说实话,按照宋唐说的, 这玩意要是真的被一般人买走了。 恐怕随时都得出事。 也就只有官方能有这么大能耐吞下了。 而在现场,飞鹰则是说道。 几位,帮个忙。 这地方生机可无法靠近。 你们的帮我把这石头人庸给抬出。 三人点头。 这都小事不值一提。 当下宋唐和胖子就一起和飞鹰将那石头人庸给抬了起来。 天真本来也想帮忙, 可这石头人庸周围有限, 三个人就足够了。 在家一个人恐怕就显得拥挤了。 于是天真便帮飞鹰拿东西, 至于他们的装备则是皆丢在地上。 等会反正还得过来。 宋唐三个人费了好大劲, 才将石头人庸一点点地从一线天里面挪了出来。 等搬到外面空地上的时候, 三个人早经事累得全身是汗了。 都瘫坐在地上大口喘气。 胖子想让天真递瓶水过来, 可喊了两次, 天真都没反应。 只是盯着飞鹰拍摄的那张图看得出神。 什么情况? 送唐了他的衣服。 天真这才反应过来, 他也在一旁坐下, 将照片放在中间说道。 你们都没注意到吗? 这只诗别王的造型好像有些奇特呀。 说着他指了指其中一只诗别王。 其他的诗别王都只能看到一个轮廓, 和四只。 但是他指的这个诗别王却是能看到翅膀的轮廓。 宋唐看了看其他的诗别王, 的确都没有翅膀的轮廓。 只有这一只有。 显得是奇怪。 胖子还以为是怎么了, 文言笑道。 我说, 这都什么年代了? 诗别王难道就不能追求个性吗? 非得都长一样, 造型也都一样才啊。 而且说不定这可能只是角度的问题呢。 宋唐点头, 也觉得有道理。 不过为了安全起见, 他还是起身检查了一遍。 见的确没有任何问题, 这才说道。 可能真的是我们太小心了。 这人拥没什么变。 天真见状还是不放心, 对着飞鹰道。 我们等会就得出发了。 你还要在这里等人来接你。 记住了, 如果这里面真的有诗别王飞出来。 如果这石头人拥脑袋没烂, 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堵住缺口。 这样你才能活命。 不然一旦等里面的都飞了出来, 大罗金仙也就不了你。 飞鹰做了个OK的手势, 表示自己知道了。 宋唐见状这才招呼了一声。 同时取出变迁, 写下了纪念的名字, 贴在了石头人拥石头的部分。 而随着款项快到账。 宋唐三人也就没再耽搁, 心返了一线天里面。 天真收拾好后, 只住侧面的一个土坡问道。 老陆近。 宋唐点头, 同时看了看波间, 见粉丝们没人注意他这句话, 这才松了口气。 天真也是随后才反应过来, 自己差点说漏嘴, 幸好话没多说。 胖子在旁见状笑道。 我说, 这石头人拥得发现佐证了唐老弟前关于周穆王的故事。 咱们天真都变得积极起来了。 是不是恨不得现在就飞到青铜树下面呢? 你的, 少挤对我, 有这力气还是留着赶路吧。 等头爬树的时候, 有你受的。 天真道。 胖子听到这个, 就一阵犯难。 哎, 说起这个, 有晕车药, 有避孕药。 怎么就没人发明一个治疗恐高症的药呢? 等会, 怕是要折腾死你胖野我了。 粉丝们还没从满脑子虫子恶心中回过未来, 这边宋唐三人却是已经顺着土坡爬了上去。 唐宝你们干嘛呢? 对呀, 放住大路不走, 爬这陡壁干嘛呀? 难不成入口还这陡壁上啊? 那这古墓入口也太随意了。 哈哈, 像我小时候跟着爹妈去干农活, 那路上就有多这样土坡。 是啊, 也不免让我想起了那些往事, 我记得这种土坡上一般还会长多藻。 对对, 那种藻小, 我们那称呼为酸藻。 你们说什么呀, 我怎么不知道啊? 一看你就是城里人, 这种经历只有我们乡下长大孩子才经历过, 粉丝们聊住缓解情绪, 宋唐一边爬一边解释道, 你们还真猜对了, 这古墓入口就这里。 只要听说过当年铁三角传奇人, 就都知道。 只是没人知道这地方确切地址罢了。 你们看。 说住宋唐一抬头, 果粉丝们就看到, 天真和胖子竟已经钻进了一个土坑里。 那土坑就抖壁上, 里面黑漆漆竟是一个山洞。 只是看不清楚里面有什么。 粉丝们忙道。 说起铁三角传奇, 唐宝尼可久都没讲了。 对呀, 衬住这海古墓外围, 你给讲讲呗。 对对, 你再不讲, 我就要催你唱歌了。 胖子见粉丝们对自己故事这么感兴趣, 不由的意道。 大家让你讲, 你就讲呗磨磨叽叽。 铁三角故事多刺激呀, 尤其是你说那什么神标胖爷。 神标不神标咱不知道, 是就冲这胖爷称呼, 那肯定就是铁三角里最牛人。 胖子找机会就给自己脸上贴金。 天真都听不下去了, 笑道。 是啊, 胖爷神勇那可是如雷贯耳啊。 号称能给女鬼放产架, 能和禁婆跳恰恰。 血师都敢瞪瞪眼, 蜜罗陀窝里洗桑拿呀。 去你。 胖子反驳道, 可一想自己这样容易暴露, 就又加了一。 别污蔑我心中偶像。 呕吐对吗? 宋唐笑道。 我说, 先进去讲嘛。 你绝住大屁股堵洞口, 你想拉屎啊。 胖子闻言这才觉得自己姿势也不看, 忙挤了进去。 宋唐紧随其后。 一进入这山洞里面, 顿时一股凉气就扑面吹了过来。 宋唐紧了紧衣服, 时是一两人取出照设备。 胖子将鞋带形穿透光柱取了出来。 宋唐盲道。 别用这东西, 浪费。 用一般狼烟手电筒就。 买了不给用, 我说你这是下目, 吝啬这点东西, 你不要命了。 不是这意思, 这东西留着有大用。 现用了, 后面就不够了。 宋唐提醒道。 胖子也不白他什么意思, 不过还是换了一般狼烟手电筒。 随着灯光打出去。 顿时厂人都看清楚了他们所这个空间。 这是一片非常大空间。 不过地面凹凸布, 也看不出是做什么用。 这地方不远处, 则是有一大片积水。 跟个湖泊一样。 积水对面有些黑, 看不太清楚。 是四面墙壁上, 有一些已经脱色壁画已经分不出画是什么了。 胖子看到壁画惊呼道。 哎哎, 来货了。 这东西能卖多少钱呢? 宋唐文言看了看, 距离有些远, 同也没任何提示。 这东西不值钱, 你看都成什么样了。 连研究价值估计都没了。 我们还是得赶紧准备渡河去对岸。 说住宋唐已经将背包放了下来, 取出了了一些设备。 一边摆弄一边说起了铁三角故事。 既大家感兴趣, 那我就说说。 当年鞋地就是从这里进入古墓。 我记得他来时候, 这里也有积水, 这积水应该是下大雨之后地下水位 暴涨积聚下来。 据说当年他来时候, 这湖泊里还有一条折罗龟呢。 那折罗龟大吓人, 鞋地误入水中和他肉搏了几回合, 才拼死将其弄死。 自己也受了伤。 对了你们知道什么是折罗龟吗? 胖子听得咋舌, 不免看了看天真, 低声道。 啊小天真, 你还有这战绩呢? 竟都没听你说过, 牛叉了我针。 天真没气瞪了他一眼, 低声道。 我是汉不提当年勇, 你没事别大惊小怪。 万一被人听到了, 咱们俩都得进去劳改。 胖子文言捂住了嘴, 表示我自己知道了。 宋唐觉得笑, 不过也没多说什么。 这种事情还是少说。 粉丝们听到宋唐提问, 纷纷回答道。 折罗龟呀, 我知道啊鱼一种嘛。 楼上你是不是傻呀, 说猪龟龟那肯定是乌龟一种啊。 啊对, 我记得像是一种王八。 什么王八, 摆脱不知道上网查可以吗? 对呀, 折罗龟真是一种鱼, 我还吃过呢, 就前几天。 我靠, 兄弟你行啊, 上周才吃过。 有什么想不开。 吃国家重点保护动物。 说住就有人将折罗龟资料图发了出来。 家伙还真是国家重点保护动物。 那哥们也傻眼了, 不过俗话说的。 长河边走, 自会游泳这哥们也是见识多了书自救, 深得精髓。 忙回了一。 对嘛我上次才吃过嘛, 做梦吃嘛。 粉丝们看到这弹幕, 纷纷回道。 书为? 你可真是书徒弟。 你们一群衰资, 这和你们阿书我有什么关系吗? 别废话了, 唐老弟你到底过不过去? 不就是一条河吗? 摸摸蹭蹭天都要黑了。 书催促道。 宋唐健壮一拍手起身笑道。 搞定了。 咱们马上渡河。 胖子, 打一发赵潭看看对面通道入口呢。 胖子文言点头, 麻溜从背包里取出赵潭, 冲住对面就打了过去。 随着赵潭将黑暗点亮。 国粉丝们就看到河对岸, 出现了一个黑漆漆入口。 竟还有十阶通了上去。 宋唐看准了那方位。 将之前折腾了半天一把枪拿了起来。 对着对岸岩壁砰就是一枪。 顿时一条登山绳顺着铁钩子就打了过去。 重重插了岩壁上。 宋唐拽了拽绳子, 发现结实, 这才转身去身后墙壁上也打了一颗铁钩子。 将绳子固定随后他才看向两人道。 换潜水符, 后跟我爬绳子过去。 两人都是一愣。 胖子道。 有必要吗? 这水看上去就十几米宽。 我们街游过去不吗? 你折腾半天就是要爬过去呀。 宋唐文言却是一脸认真道。 不呢。 我们这规矩,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能走崎岖人道, 不度坦荡鬼桥。 这又是什么意思啊? 胖子问道。 宋唐解释道。 意思就是, 能走人搞出来的路, 就绝对不要走鬼搞出来的。 下木是非常危险的, 你溅水就烫, 溅洞就钻是非常危险的围。 除非你对这水下面和洞里面的情况很了解, 否则能不冒险就不要冒险。 阴沟里帆船就是这么来的。 胖子吃之以鼻。 我说, 怎么你胖爷我就没听说过这么多规矩。 你一个小小的柳派, 胖爷还是第一次听说, 怎么就这么多规矩呀。 宋唐文言也懒得和他争辩, 说道。 我只是好心提醒, 你若是想要游过去, 请自便。 说完宋唐就去穿戴潜水衣。 天真道。 让你穿你就穿, 哪那么多废话。 万一在水里碰折罗龟, 可别说我们不去救你。 挨他娘的, 咱俩不是一伙的吗? 胖子道。 天真说道。 就是因为是一伙的, 才让你穿。 那折罗龟的厉害, 还要我再和你说一遍吗? 胖子见天真是认真的, 也就没再坚持。 只能不情愿地去穿潜水服。 呆得三人穿上潜水服之后, 粉丝们这才明, 为什么胖子这凡敢穿潜水服。 他那潜水服明显比宋唐两个人的大了好几个号。 可穿上去仍旧跟紧身衣一样, 看上去活脱脱就是一条大肚子鱼。 我说唐老弟你就不能买大点的吗? 这穿着勒死你胖野我了。 宋唐道。 你忘了吗? 这是你亲自和老板调的号, 是人家店里最大的。 而我忘了, 这去一定要给他差评, 这不是糊弄人吗? 天真让他别废话了, 同时自己也穿戴好了潜水衣。 宋唐见状, 就招呼道。 我先过, 你们按照我的动作来救。 说完宋唐取出了一个固定滑轮, 放在了绳子上。 然后头朝外面, 脚朝里面皆挂在了绳子上。 随着他静止不动, 很快因为绳子里面滴外面高的落差。 他就开始滑动了起来。 虽然速度并不快, 是起码很省力气。 不一分钟。 宋唐就已经滑了对面, 稳稳地落在了石阶上。 天真第二个过, 如法炮制也很顺利。 胖子由于醉, 所以只能醉后过。 当他架在绳子上的时候, 甚至听了嗡嗡声。 那是绳子崩得太紧导致的。 别墨迹了, 你泰了这绳子虽然能抗住, 是铁爪子估计会把岩壁崩掉。 快点过来。 宋唐招呼道。 胖子点头, 也不敢怠慢, 晃动了一下身体, 身体开始往前画了过去。 然而, 他的确是改减肥了。 整个人刚刚滑绳子中间, 他就因为太反而是将绳子中间压得有些低了。 如此一来, 正好地落差了这里就没了。 他整个人顿时就停住了。 胖子健壮道。 挨这什么情况啊? 怎么还搞体骑士啊? 让你减肥你不减, 活该你等住吧。 天真美好气道, 从背包里摸出绳子准备丢给他。 然后把他拉过来。 然而谁知道就在此时, 忽然只听咔嚓一声闷响。 同时胖子整个人竟然往下沉了一大截。 固定着绳子的铁爪子竟然崩断了一部分。 而且还是在入口的位置, 它们根就够不住。 我说快点快点, 那边的固定点要断了。 胖子喊道。 天真已经将绳子准备好了, 刚准备丢过去。 果然宋唐就喊道。 小心! 胖子也是反应极快的人。 听他声音不对, 整个人猛然发力往上一提。 智剑绳子又往下降了几分。 可好显示没蹬断。 然而同时胖子就感觉自己后背生风。 同时一道出水的声音就响了起来。 显然是有什么东西从水里出来了。 他忙将脑袋一歪, 顿时就感觉一道滑腻腻兜东西贴住自己的耳朵就钻了出去。 转头一看他擦点没松开手。 只见一道巨大的鱼头正在他脑袋旁边。 一只黑漆漆的鱼眼仿佛通灵了一样, 正看着他。 胖子吓得破口大骂呀。 好在那鱼不会真的飞, 只停留了不一秒, 跟着就传来了的落水声。 胖子逃过一劫, 刚要喊天真快点。 忽然就感觉自己背后一紧。 有什么东西竟是扯住了他的背包。 宋唐等人看得真切。 胖子虽然惊险地避开了那大鱼, 的嘴巴。 是他背包上的一根袋子, 却是被那大鱼给咬住了。 大鱼嘴里都是道刺, 勾住就不松口啊。 在水下乱折腾, 拽得胖子在上面摇摇晃晃, 随时都可能掉下去。 胖子喊道。 你们他妈的就这么看着吗? 胖爷我知道错了, 下次躺老弟的法子我再也不反驳了。 他让我干啥我干啥, 卖屁股多啊。 看在党国的份上, 舅舅胖爷呀。 此刻宋唐哪里还有心情和他废话? 天真手中的绳子再扔过也没用了。 于是忙去脱自己身上的潜水服。 你干嘛? 天真见状忙道。 这玩意在水里游泳可以, 搏斗可不。 再不去救他, 他可救未鱼了。 我也去。 天真说住也要脱衣服, 宋唐王按住了他说道。 小三爷运气这种东西可不是每次都有的。 你还是留在这里, 他一旦落水立刻拉他来。 不是我不相信你们, 而是我绝对没能力再去救你。 天真一愣。 还是停止了脱衣服的动作。 他将绳子递了过来。 要不你绑上。 宋唐摇头。 还是留给他吧。 这湖水通着地下河, 谁知道里面有几条这样的大鱼。 你救了他我自然有办法脱身。 说话间宋唐已经将身上的潜水服脱了下来。 然而他竟然还没停下来, 皆将自己身上的衣服也给脱了。 可他这边衣服还没脱完。 只听斯拉一声响, 胖子身后的背包竟然被扯开了一道口子。 顿时背包里无数的物资哗啦啦的就掉进了水里。 宋唐和天真看得真切, 那东西全部都是携带型穿透光柱啊。 之前宋唐没舍得用, 没想这次竟然都掉水里了。 那东西他们带了很多, 胖子的背包里积上都是。 结果还没用呢, 竟然都D.O进去了。 宋唐看的眼睛 顿时就红了。 这下完了。 没这东西, 我们探不了这古墓的。 说完宋唐王将身上最后几件衣服也脱了。 请客间只剩下了一个小裤衩。 然而他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 从天真手里接过一柄匕首, 抄在手里朝着前方就冲了过去。 粉丝们都看呆了。 然而等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 就看了让他们震惊的一幕。 只见宋唐并不是皆冲进了水里, 而是朝着水边一道凸起的石头冲了过去。 他速度极快, 一脚踩在石头上, 顿时借助惯性整个人结合地面屏。 双脚踩在了一侧的岩壁上, 竟然跑了三步然后纵身一跃, 在落水的同时。 手中的匕首寒光一闪, 顿时就将胖子背上的背包袋子给切断了。 入水前, 只听他喊了一。 快走。 胖子看宋唐竟亲自过来救自己, 也是心中一动啊恨不得和他下去一起收拾了那条大鱼。 而天真这边却是已经将绳子丢了过来, 喊道。 别磨蹭了, 赶紧过来。 胖子反应过来, 只好先抓着绳子准备过来。 可就在此时, 只听咔嚓一声响。 终于, 铁爪子再也绷不住了, 直接断了开去。 胖子也应声落入了水中。 不过好在他手没松开, 抓着绳子就去找宋唐。 准备带他一起走。 而一转头却是发现, 宋唐早已经不见了。 看水面上的气泡, 他竟在还在水下面。 胖子还想去找他, 结果天真却是已经拉动了绳子。 将他一点点的从水中给拽了过来。 一上岸, 他就说道。 快快, 我们得去帮唐老弟。 天真则是道。 你就别去添乱了, 我看他那样子, 他肯定能解决。 说住天真就将宋唐留下来的直播设备, 探进了水里。 这水还是很清澈的。 加上上面还有狼烟手电筒照明。 虽水下不是很清楚, 是也能看个大概。 他们顿时就看。 宋唐正单手抓着匕首, 整个人漂浮在水中。 似乎是在警惕住什么。 除了他嘴里不时的有气泡冒出来外。 就没了任何动静。 胖子健壮喊道。 唐老弟, 赶紧上来没了。 宋唐却是根部为所动。 似乎根听不到。 而这种情况仅仅持续了没几秒钟。 呼他们就看, 在水下出现了一道体型足有五米的巨大黑影。 朝着宋唐猛就冲了了过去。 那东西是鱼也在水下力道大的惊人, 单单是被撞一下就得古断金折。 这种感觉天真是深有体会的。 而他那个时候好歹有个背包挡一挡。 此刻的宋唐可是什么都没有的。 而且他一动不动不知道要干嘛。 粉丝们看得很是担心。 唐宝怎么不动了呀。 对呀, 唐宝是不是已经溺水了。 不太像, 唐宝嘴里还冒着泡呢。 对对, 我看这很像是一种埋伏。 我靠, 你在水里埋伏鱼。 你还不如直接告诉他, 鱼儿过来我再埋伏你。 粉丝们正说话间。 那大鱼却是已经冲了过来。 他动作极快, 几乎眨眼间已经了宋唐面前。 而宋唐却是仍旧不动。 直纳鱼的脑袋距离自己不过只剩下半米的时候。 他才动了。 他整个人静借助大鱼游动的水流, 身子一侧一躺。 顿时就避开了大鱼的冲撞。 整个人如同羽毛一样, 直接挂在了那大鱼的身侧。 几乎同时所有人都看。 他手中的匕首瞬间朝着那大鱼的一侧就插了进去。 那大鱼吃疼, 顿时速度就将加快了几分。 似乎想要摆脱宋唐。 而宋唐却是牢牢地抓着匕首就不松手。 同时整个人静挂在大鱼的侧面, 去看下方。 不知道在找什么。 那大鱼吃疼, 整个直接带着宋唐就冲出了水面。 终于在落水的时候, 匕首被他挣脱了。 宋唐抓着匕首直接就掉进了水里。 而那大鱼也彻底疯狂了, 转头就要去找他。 而宋唐动作和其快, 落水的瞬间就朝着岸边游了过去。 他出水的地方就距离石阶很近了。 等宋唐游了上去, 那大鱼才赶过来。 咸已经不敢烫了。 最后三人退了石阶上方, 远离湖面的位置, 这才纷纷松了口气。 宋唐也一股屁坐在了地上, 累得直喘气。 胖子凑了过来竖起了大拇指道。 唐老弟你牛, 说实话胖爷真没发现你伸手竟这么厉害。 你要敢说第一, 我保证除了小哥没人敢说第二。 了,让他喘口气。 天真让胖子被废话。 过了两分钟, 宋唐的情况略于好转, 他这才问道。 你刚刚不上来, 在下面干嘛呢? 刚刚胖子脱险后, 宋唐没有第一时间选择回来, 这让他很好奇。 宋唐文言叹了阔气道。 装备我在找装备。 那些鞋带型穿透光柱对我们很重要的。 可惜了, 这湖泊下面太深了。 都不知道掉了哪里。 这大鱼又是保护东西不万不得已也杀不得。 哎, 这下是找不回来了。 胖子文言这才忙去看自己背包。 国里面的东西都没了。 气得他破口大骂。 天真忙道。 说实话, 我一直很好奇这鞋带型穿透光柱真的这么有用吗? 我们两个背包里加起来起码也有二十多根, 这还不够用吗? 宋唐摇头。 绝对不够。 哎, 要不我们在这里等住。 让飞鹰老弟去买点送来。 胖子道。 宋唐摇头道。 太浪费时间了。 算了, 应该还有办法的。 我们别在这里耽搁时间了, 收拾一下继续出发吧。 两人点头。 宋唐则是起身去擦身上的水。 而直播间的粉丝们此时纷纷发弹幕道。 唐宝你太小心了, 刚刚那情况, 就算你真的将纳折罗归杀了, 我相信有关部门也不会定你罪的。 对呀唐宝, 肯定是人命更重要的。 对呀, 这也是盗墓合法的一个漏洞。 对对, 建议官方改改, 危险时应当以人命为重。 宋唐剑粉丝们如此关心自己, 也是无奈道。 吃一欠掌一掷吧, 毕竟前和东阳娱乐公司的合同签的都糊里糊涂的。 我看盗墓合法规则上没说, 就不想给人留下把柄。 而且纳折罗归也杀不了我, 所以就没为难他。 粉丝们文言一个个心疼的不。 看看东阳娱乐都给唐宝下什么样子了。 就是, 简直太气人。 对呀, 真是气死我了。 我知道你们心疼唐宝, 也贪图他的容貌, 是你们不能贪色。 你们能不能让唐宝穿好衣服再聊。 西西被你发现了, 唐宝的八块腹肌好性感。 哈哈, 我也在看唐宝的腹肌。 谁也别说好不好还能多看会, 小心一会房管来了。 宋唐有些尴尬, 老脸不由的红了, 忙去拿衣服。 而就在此时, 直播间里果出现了一条警告。 违规警告, 请勿坦胸漏乳。 否则将被关闭直播间。 宋唐一愣, 感觉有些委屈。 自己也不想的呀, 而他还没说话, 粉丝们不干了。 你警告谁呢? 注销豆印账号警告。 就是, 我们唐宝是为了救人, 又不是故意脱衣服的在警告, 我也注销账号。 唐宝换一家台吧, 这家台不靠谱, 这都要警告。 换台警告。 我也换台。 小雅见状忙跳了出来。 抱歉抱歉, 刚刚那是机器人自己提醒的, 我已经关了。 大家都理解唐宝的, 这不算违规。 粉丝们见状这才没再追究。 而这情却是一发不可收拾。 宋唐直播间的人气太高了。 当这情传网上的时候, 其他很多直播台顿时就发话了。 欢迎唐宝来快收直播台, 保证房管不敢管。 微博台欢迎唐宝转台, 老板亲自当房管只要你不被抓度随便造。 小绿书欢迎唐宝跳槽, 你只要来, 我们立刻让所有房管失业。 当有粉丝将这情已经引发全网对斗印的警告消息发直播间的时候。 宋唐也是无奈了。 自己就脱了一次衣服, 不至于吧。 不过想起那些掉进水里的装备, 宋唐也就无奈叹了口气。 和这些比起来, 被房管警告真的是微不足道。